当明清去年在台湾被台南市的议员王定宇 还有相关的民众推导的事件 在台湾方面台南地方法院 昨天是依伤害罪判王定宇是有期徒刑4个月 而其他6名的被告也分别被判 40天到44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接下来再看一下有关就是扁案特征组 在今天下午将会再次以被告的身份 传讯陈水扁的夫人吴淑珍 询问有关二次经改还有企业给款等等的事项 那么检方表示有关的案件将会在近日增结 请看报道 调查发现陈水扁在任内出访之前 都会携带10万美元经费 但他在11次出访行程结束之后 均有余款未缴回 涉嫌侵占机密外交款30万美元以上 办案人员表示 目前除了追查二次经改案的对价关系有难度之外 大部分案件已经有了具体成效 检方预计先针结案情单纯性质特别的机密外交案之后 再陆续针结其他案件 此外 特征组将以被告身份传唤吴淑珍 询问有关二次经改企业给款等案情 吴淑珍今年2月3号向特征组递交陈报状 称分别收过20名企业负责人1000万到2亿元不等的款项 金额合计超过了10亿新台币 检方讯问相关当事人之后 多数人否认此事或辩称是正值现金并非贿赂 检方此次传唤吴淑珍将就这些款项的性质进行解释 检方表示企业给款案预计近期内贞结 由中日合作的大型动画片三国演义 上个月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而这部片也即将可以在台湾播出和发行 有关的签约仪式上午在台北开幕的电视节上举行 那么这部动画片是长达52集 历时四年完成 耗资5000万人民币 是大陆第一部采用高画质电视制作的电视动画片 制作精细作品气势磅礴 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那么签约之后 台湾将取得这部动画片的播出和发行权 除了大陆之外 现在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争相 来恰够这部动画片的发行权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台北连线 时间交给你主播 好的 谢谢宣时来自台北的报道 来看香港方面的消息 正在香港出席世卫西太平洋区大会的世卫组织总干事 陈冯复真表示 数据显示 北半球流感个案在增加 如日本加拿大等地 有关的承报个案已经上升 他相信冬天时将会再次进入流感高峰期 陈冯复真表示 北半球于6月爆发第一波疫情 到10月份北半球国家会进入冬季 同时也是流感的高峰期 可能会再爆发第二波疫情 北半球 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开始 感觉